新闻来源家国无忧 近日金融邮报发表前哈佛政府的财长Joe Oliver的文章 题为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破坏了繁荣的五大支柱 文章称加拿大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无论是从绝对值上还是与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 菲莎学会Fraser Institute的一项分析显示 2016年至2019年经济衰退前 实际人均GDP低于1985年以来的任何类似时期 截至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 实际人均GDP低于2019年第二季度 毫不奇怪 现在有44%的加拿大人说压力主要来自钱 是什么原因导致加拿大的表现如此糟糕 Lefer Curve的作者Arthur Lefer指出 繁荣有五大支柱 截至的政府开支 低税率 最低限度的监管 稳健的货币和自由贸易 文章称 自由党政府拒绝破坏或忽视了这五大支柱中的每一个 疲软的记录和令人沮丧的前景并不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 而是由功能失调的政府政策造成的 加拿大拥有令人羡慕的地质和地理条件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临近友好的超级大国 加拿大人常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的边境安全 而且以世界和历史标准 我们的人民生活富足 所以进步的政客们可以随意纠缠于与经济增长 就业 负担能力 稳健货币 安全和国家团结不相关或实际上有害的问题 文章称回顾政府一连串的事务 2023年联邦公共服务部门的雇员超过27.4万人 比2015年增加了40.4% 臃肿的官僚机构消耗了私营业的资源 降低了经济效率 过去八年这种消耗非常迅速 联邦支出从201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8% 增加至2023年的16.1% 联邦债务增加了一倍多 从6120亿元增加到惊人的1.4万亿元 一个四口之家的债务超过14.3万元 现在沃泰华每年的利息支出为472亿元 到2028至29年将增至643亿元 这就是赤裸裸的财政挥霍 加税会阻碍经济增长 拉幅区限表明 税率过高实际上会减少税收 在美国61个司法管辖区和加拿大各省 个人所得税编辑税率最高的三个省 分别是纽芬兰 新思科社和安大略 加拿大九个省排名前十 所有省份排名前十五 加拿大在经合组织38个国家中排名第五 加拿大的企业所得税率也高于美国 英国和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高税率损害了负担能力 降低了竞争力 阻碍了创新和创业 加速了资本外逃 削弱了生产力 建议提高个人和公司的资本利得纳入税率 以及逐步取消资本加速折旧 将严重加剧这些负面影响 文章称 自2015年以来 侵入性法规在整个经济中激增 带来了繁重的合规成本 对中小型企业尤为有害 资源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2% 占商品出口的58% 但却成为严苛监管的目标 目的是打击能源项目 结果是数千亿元的机会损失 而且损失还在增加 稳定的货币供应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为了应对失控的政府开支 加拿大央行大幅扩大了货币供应量 将其推高至3.6万亿元 比自由党上台时增加了83% 结果 2022年通胀率达到40年来的峰值 6.8% 现在的消费价格比2015年高27% 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加拿大人的影响最为严重 他们也更易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 包括抵押贷款利率比2015年上升了50% 总的来说 今年房贷总额可能会增加40亿元 几十年来 自由贸易一直是加拿大经济政策的基石 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繁荣 但去年 加拿大不再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这一炫耀的基本被墨西哥夺走 自由党的政策不是追求我们的自然资源优势 而是阻碍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和出口 在一次令人印象的无厘头评论中 总理声称 液化天然气从未有过强有力的商业案例 政府应该让企业来评估商业案例 省级贸易壁垒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我们一再承诺 但仍未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估计 消除这些壁垒将使加拿大人的收入 平均增加5.5%或1800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 这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800亿元 文章称 政府在支持繁荣支柱方面的得分是0分 满分5分 杜鲁多非但没有纠正方向 反而似乎越来越与现实脱节 奉行大政府高税收和对资源开发的敌意 就是这样的后果 作词后